OK 那么这一课我们还是来给大家讲一下 主旋律加根音的一个练习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黑板上面 我这里写了五个小节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小节 一拍 两拍 三拍 四拍 我们这里是四拍 那么这个两个八分音符 我们组成了一个四分音符 一拍 两拍 三拍 四拍 那么这个练习我们是一个四次拍的练习 好 那么我们来看第一个小节 我们怎么去练习 首先我们按住这个第三屏的第五弦 我们最好是从上边往下边看 也就是说我们从第六弦向第一弦按 先按第五弦 然后再按第二弦 对吧 然后我们再一起弹 OK 我们继续往后面 然后三平的 这也是三平的第二弦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用小拇指 小拇指来弹 那么这个地方大家记住 这个根音是不能放的 不要把根音放了 听起来就不那么好听 很干 那么我们来试一下 对吧 然后你这个地方也可以按在上面 也可以这样放的都可以 这样都可以 或者是这样 看到没有 然后继续往后面 好 然后这个地方小拇指按第三屏第一弦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我们这个无名指始终是放在第三屏的第五弦上面 是没有动的 而且要用力把它按住 使这个根音持续发生 我们再试一次 看到没有 对吧 如果说你把那个无名指给它放的话 那么就是这种效果了 看到没有 就很干 是吧 我们再听一下这种效果 对吧 这样是不是好听得多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练习的 其实就是一个根音 根音按弦的一个练习 那么这是第一个小节 那么第二个小节 第二个小节 一品的第二弦 然后第五弦 空弦一起弹 看到没有 这样 对吧 好记住这个根音第五弦一定要发生 一定要发生 你不能 有些人弹了之后就把第五弦给它闷住了 就没有声音了 这样不对 一定要发生 然后第三品用小拇指按 或者用无名指按 都可以的 你看一下 对吧 或者这样 你这样用小拇指按也可以 这个地方 对吧 找一种适合自己的方法 适合自己的那种手指的一个字法 但是我建议还是用无名指按 用无名指按 毕竟这个地方我们之前 讲单音乐器的时候 我们说过是一个手指一个品格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还是用无名指按 还是要比较的方便一点 好那么后面这个是第四弦的空弦和第一弦的第二弦 第一弦的第二弦 你看这个地方 第一弦的第二弦 然后第四弦空弦 上面 然后继续 对吧 然后第四个小节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是第一弦的第二弦和第三弦的第六弦 这样来 对吧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有点难度 因为这个地方 手指 特别是你按住这个无名指第六弦的时候 这下面的手指不好弹 再来一次 用力 无名指要用力把它压住 你不能 你不能这样 你看手指是按在上面 但是你已经把它松了 松了就没有音了 看到没有 放在上面 一直持续 让声音发充分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如果说 这个地方 如果你看这个肉 这个地方 你按的时候 可能会这样挡住弦 对吧 可能会这样挡住弦 那么大家可以这样 把手腕稍微这样子 拱出来一点都可以 看到没有 这样来 好了 这个地方如果不好按 这样子 加边再加 或者加第二弦 加第三弦都可以 一二三 这里开始数了 这样就轻松很多了 对吧 这样也可以 OK 那么我们整体来弹一遍 我们加在第二弦这个地方 我们来试一下 或者是这样子 我先不加 好吧 先不加 来我们来试一下 其实 其实 下面的高音的弦 其实我们弹的就是什么 Do,Rai,Mi,Fa,So 对吧 Do,Rai,Mi,Fa,So,Fa,Mi,Rai 看到没有 Do,Rai,Mi,Fa,So,Fa,Mi,Rai 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那个C调的音阶练习 Do,Rai,Mi,Fa,So 对吧 好 那么其实就是加上了一个根音 加上了一个这个根音 对吧 这样 它慢一点啊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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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一个小节 最后一个小节它是这样的 你这个 然后是无名指按住第三屏的第五弦 十指按住第一屏的第二弦 中指这个也没有按 直接就这样了 然后一二三 然后第五弦 这样一起拨 一起拨 然后按住不要放 你不要 你不要再按住 就把弦松了 你看这样很难听的 按住还是不要动 根音也好 这个也好 按住 让它音持续发完 好 那么我们把变得加 加在第二弦这个地方 来弹一次 也听一下 来 我们下面还有一个练习 我们接着往下面去看 OK 我们接着看第二个练习 那么这个地方 同样的也是撕撕拍 第一个小节 那么和上面的练习 之前那个练习是一样的 那么第二个小节和第四个小节 它是不一样的 然后第三个小节也是一样的 来我们来第一个小节 我们来弹一下吧 也是一样的 同样的 它慢一点 然后第二个小节看一下 就是 就是 对吧 这样的 同样的 看弹就行了 对吧 好 那么第三个小节 然后第四个小节 第五小节就完了 那么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 第四个小节 这个地方 那么第四个小节 我们来试一下 来看一下 那么 弹完了之后 对吧 弹完了之后看一下 这个第三平的第四弦 我们用小拇指来按 为什么我们用小拇指来按 因为我们这个无名指没有空 它是按在根音上面的 我们这个根音是要持续发声 所以说不能够放 所以说我们这里只有用小拇指来按 这个第三平的第四弦这个地方 来再试一次 对吧 有些朋友弹的话可能会弹这样 不要这样弹 不要这样弹 我们根音的目的 一定要让它持续发声 按住不动 要用力按住它 发声音 把声音给它发出来 好 那么我连起来 把这个台指 来听一下 它慢一点 记住根音 一定要发声 一定要发声 让根音声音持续 对吧 让根音的声音持续下去 这是我们主旋律加根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千万不能弹成那种很干瓁很干瓁的那种声音了 好 那么这一课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个地方 希望大家多多的把它练习一下 这是基本功 基本功